我已經遺失了 天才! 讓我來! 哈囉大家好,我是吉米老爸 今天要來解析夏日集訓一番賞 幸運輪盤 輪盤活動,依照以往的慣例 我會分別開兩個帳號,各15抽 總共就是30抽來做測試 第一個帳號我抽到了21個兌換券 第二個帳號是抽到28個兌換券 總共就是49個兌換券 這次的測試,平均一抽是1.6333兌換券 四捨五入就是1.6張兌換券 那我們先來看這次的兩個大獎 僅禮於球場裝飾品 一個需要200個兌換券 兩個就是400個兌換券 以我前面測試的一抽1.6張兌換券來計算的話 400個兌換券大概要250抽才可獲得 那我用比較不花點券的方式來計算 限時商店裡 鑽石日限購15張抽獎券 一張是賣40鑽 活動期限為7天 總共可以購買105張抽獎券 需要花費4200鑽 剩下145抽需要用點券購買 也就是兩個錦鯉魚球場裝飾品 大概需要花費4200鑽 加4350點券左右即可獲得 給想要獲得裝飾品的人參考 再來是跟吉米我一樣 是屬於無法克玩家的人 這次的活動我會建議你將鑽石存下來 我知道有些人會想問 無克玩家有機會白嫖一個錦鯉魚裝飾嗎 我不敢說完全沒有機會 但是機率非常低 想要白嫖裝飾 需要平均一抽1.90476個兌換券 才有機會獲得 如果你平常很少做三四的話 吉米我會建議你不要輕易嘗試 因為如果你沒抽到裝飾品的話 除非你想要兌換4級的 投籃封鎖、衝刺封蓋跟衝搶籃板 不然兌換其他獎品是非常不划算 再來是潛能精華 這個我也不建議兌換 我以雜貨商店裡賣的精華來計算 雜貨商店裡10個精華是40鑽 也就是一個精華價值4鑽 那轉盤兌換裡30個兌換券換50個精華 30個兌換券也就是需要19抽 就是50個精華需要760鑽才可獲得 在轉盤裡兌換的話 一個精華的價值變成15.2鑽 所以我也不建議兌換 總結就是建議大家還是將鑽石留下來 等待之後更好的活動再拿來使用 以上就是吉米我的分享 喜歡我的影片再麻煩幫我訂閱 按讚以及開啟小鈴鐺 吉米我快要500訂閱了 感謝你們的支持以及留言 再來吉米我想幫一位小老弟 推一下他的頻道 就是YT帥哥黑蒜 在我頻道初期沒有什麼人留言的時候 他是少數會來跟我留言的人 他最近正在做一個不同球員 也擁有仙道影技能的影片 雖然影片沒有做得很精緻 但是在他這小小的年紀 願意嘗試做影片經營頻道 身為一樣有小孩的我覺得蠻值得鼓勵的 那他的願望也很簡單 希望快點100訂閱 他目前已經78訂閱 還差22個訂閱 再麻煩大家多多鼓勵他 那我的影片就到這裡 大家掰掰